铁桥就在前方,笼罩在灰蒙蒙的雾气里 进入山洞,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轰鸣 钢铁大汉迅速收拢躯干,预示Fortuna城堡之旅正式终结 进入山洞,背后传来了隆隆轰鸣 钢铁大汉迅速收拢躯干,预示Fortuna城堡之旅正式终结 狭窄的树洞光线暧昧 透过洞口隐约可见阳光充沛,绿意盎然 狭窄 格斯达利加垂直气候分布,Steven Spearberg一定喜欢这里 为了交代地狱之门的影响力,Dunty再次登场 并用一个被跃,展现其斗篷如降落伞般具有良好的减速作用 王达文 曾经有才能认为 王达文 有多少人因为六十度角俯视Gloria 而忘记了名词研磨刀手此诞生 很幸运 种种原因左右 我未被迷惑 长话短说 Agnus怒斥Credle 早知Nero拥有了魔人能力 却未名言 致使研磨刀复活 教皇Sanctus命令Credle逮捕Nero 带回研磨刀 阻止Dante的任务 落在Gloria的身上 如果那是你的想法 如果那是你的想法 那谁会接受Dante 我找到 Dante 你能保證他的捕捉呢 是的 很棒看到你的草莓得回復了 她是靠近的 Credo怀疑Gloria不可靠 Centus解释Gloria曾献上斯巴达宝剑 并热衷邪神复活一事 很值得信赖 这些人只关注我们的情况下 至于她的性格 我已经查了 现在Credo找我们Nero和Yamato 和带我回来 就像你祝福的 Credo走后 Aganess对教皇切切尔语道 Nero心迹Credo表妹 Kiria